12月11日,陈一涵产后首次新生红毯的生涂曝光 不过这次的红毯的造型和脸颊有点撞脸无尽言 活动当天陈一涵身穿吊带裙,扎着高马尾,刘海发型 身材依旧很抢劲,不过还是因为太瘦,面部都凹陷了 就连发际线也上一勒,需要靠刘海才能遮住 生涂,法令纹和紧纹也有点严重 脸部看起来更像是一下子老了十几岁啊 整体状态看着很是疲惫 网友们看到后表示很心疼 曾经那个元气满满的少女产后竟然老了这么多 虽然网友们觉得她作为一个女明星 眼部的肌肤甚至还不如身边的朋友 不过眼部肌肤会衰老得这么严重 大比例的原因还是休息不够 陈一涵生完孩子还是要过好自己的生活才行啊 陈一涵跟导演许富翔在2018年结婚后 今年2月份顺利生下珠宝宝儿子小初 但是产后马上就恢复孕前状态 运动让她清新自然 丝毫没有雕琢的感觉 陈一涵十分讨人喜爱 圆圆的眼睛笑起来特别可爱 在这边的眼睛笑起来特别可爱 感谢观看